方才得到消息 肃明并未前往全民港 协理队伍到了都木兰城 和居姿一带 就失去了踪迹 糟了 他要逃往商州 或者汉州狐库左部 卓英呢 大公子接到领命 才从天启城出发不久 肃明怕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必然会加快速度 仓皇而逃 若是顺迂和 从居姿植入幻海 大公子要想追赶他 恐还需些时日 但若从黄泉关拦截 时间上更为迅速 倘若追击不及 苏明入了幻海 到了商州 势必是无法追踪 如同放火归山啊 立刻带人出发 拦截苏明 方大人 你怎么了 方大人 还是 何自妈妈 方大人快不行了 生药给我吧 这是家满皇族的 至宝圣调 只有这一瓶了 是老城主留给您 在关键时刻保全自身的 您确定要拿出去 给方大人用吗 方大人是咱们家满全族人的恩人 清海宫帮我们夺回了自己的家园 夺回了兰字城 如果这个时候方大人面临生死危机 我们还藏起自己的宝物 您觉得上天会再保佑我们吗 可是万一日后城主再遇到危机呢 就算现在 让我萨利亚拿自己的命 去换取方大人的性命 我也心甘情愿 萨利亚长大了 我们的首领长大了 清海宫 这是加满皇族的圣药 我已冲好 服下他或许能令方大人醒过来 只是 此药药力强劲 服下号需武功高强的人 六个时辰不断输入真气 否则对伤者反而有害 谢谢城主 可是 方大人线下无法吞咽 这可怎么办 我有我的办法 城主不必担心 还请你先离开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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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陛下有旨 皇上口谕 因今年之常福 所作甚得振兴 特赏赐 临锦司上下 一人一碗 杏仁茶 钦此 臣俱七七 谢恩 谢陛下 据点营 您用茶吧 多谢那罐 那奴婢就告退了 我可不得了 的是 肯定是 是 要是 典衣还是喝一点吧 喝吧 舅舅姐 多谢 你们还等什么呀 怎么有人啊 来来喝茶吧 我去看看 是我的 给你 喝嘛 喝嘛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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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可是 前几日来修补官服的 这刘姑娘好眼力 灵锦司每日这么忙 不知是否 见我们二人的官服修不好 正要明日送去 那既然二位来了 就稍等片刻 我去去便回 我跟你说了吧 这刘姑娘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人又好 谁要是能讨到这样的姑娘 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 要不是咱俩修补官服 咱俩哪有机会 到这林锦司来啊 方大人要是知道了 咱俩可是善理岗位 说不准 还有挨板子呢 挨板子我也乐意 二位的官服 如有差池 请再来修补 多谢 我们就不讨扰了 告辞 请不吝点赞 吴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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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秋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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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